大家好,我是Waze频道的Yuki 今天想分享一点点叫《冰河世纪》 讲述冰河世纪,动物们如何互相帮助,度过了难关 我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作战团队 战胜了凶恶的海盗 在变化莫测的冰川时代,重建自己的居所 故事开始,也是松手的彩蛋 松鼠为了把坚果尝好,又导致冰山崩塌 随着地心引力的现象,松鼠掉到地球的内核 因为一步之遥,松鼠追着坚果不放 但松鼠如何拼命追逐,都无法抓到毕生所求的坚果 就现在老鼠圈里,如何跑都回到了原点 把地球的样貌搞得天翻地覆 他与松果的追逐赛,这次引发了地球板块的分裂 原本相连的地表,分裂成五大洲,七大羊 最后躺回地面,但还是得不到心安的坚果 画面一转,小桃已长大成人 夫妻曼妮的严厉管教,让叛逆期的小桃更是反感 迪雅哥正在享受美好的时刻 突然有个出道的木桶,把他撞飞 并不断向动物们的家园飞去 迪雅哥经历了惊险的过山车 发现木桶即将撞向小桃 就赶紧用力抓住出道的树,才化解了危机 并向胡乱架舌的树篮,发火 此时,西德发现原来是他失散多年的家人 顿时感动地流 原来西德家人想找到西德照顾难搞的奶奶 然后就此离开 得知再次被家人抛弃的西德,沮丧了三秒 小桃不顾曼妮的叮嘱 就与好友路医师来到危险的步步 看看帅气的医生 此时,一头小鹿踏上了滑梯 瞬间被找泥碰得全身发黑 鹿角变成了粉末 小桃还是觉得不危险 在离开的时候,不幸狡猾 随着冰块的步伐 体验难得的过山车 在坐落的时候,不幸撞到了医生 此时,小桃急忙与医生道歉 曼妮也来到了现场,把小桃接走 小桃不满曼妮,管教太严厉 又再次与曼妮起了阵子 此时,地面开始裂开 曼妮一句叫人,顿时分隔了两地 然后,不断有冰块掉进了海里 海里产生了波浪 把曼妮他们飘向了更远 未知的前方 动物们的栖息地 因为地壳的挤压 即将尸弃家园 为了活命,只好去到安全的大桥 利德为了安抚大家 并说会雨过天晴 尽管事情看起来挺糟 但是风雨过后 总为看见彩虹 上帝关上了一扫门 同时,也会为我们打开一扫窗的 乌云变射 暴风雨即将到来 搞得翻天地覆 此时,引来了巨大螃蟹 也抵挡不过暴风雨的袭击 被吹得十分五裂 过后,又来了龙卷风 把它们卷到了云尘 见到一刹那的彩虹 又回到了海洋 就昏缩了过去 大家一醒来 发现了希德奶奶 大伙正在想办法回家时 天空突然出现了一只鸟 原来这只鸟是海盗饰养的 他想到大伙就前来抓住他们 飞飞船长为了招募曼尼 增加自身的战斗力 但曼尼只想回家 拒绝了飞飞船长 一气之下 吩咐船员搭好了甲板 准备把希德与希德奶奶 丢进海里喂鲨鱼 尼亚哥趁大家不留意时 把曼藤咬断 随后曼尼用马尼解开了绳索 飞飞船转见撞 就与曼尼扭打了起来 在激烈的战斗中 曼尼不小心把中杆推翻 随后船只变为一刀软断的下场 此时大伙乘坐冰块 逃离了是非之地 并遇见了落水的海盗希拉 嘴硬的希拉打死都不要敌人所救 不懂水性的他即将被淹死 最后还是曼尼把他救了上来 大伙在漫漫长的漂流中 脚下的病患融化得七七八八了 曼尼在前方看见了大陆 想尽快回到家园 所以就叫大伙准备开始进船 希拉趁大家美丽一时就逃走了 但暂时需要他带路回家 所以迪亚哥就向前追去 希拉无处可逃 顺去登上90度的悬崖 以为摆脱了迪亚哥 希拉就放慢了步伐 却被绕路的迪亚哥逮到了 此时迪亚哥也发现 飞飞船长正在建造新的一艘船 曼尼省下舰船的力气 打算直接抢夺海盗的船就好了 希德发现有人在偷听他们说话 原来是一群祖鼠 曼尼想到两全其美的办法 救出被抓的祖鼠 顺便能得到海盗的船 曼尼试着与祖鼠沟通 但是祖鼠不理解曼尼的意识 希德只好自告奋勇地出来跳舞 祖鼠才知道大伙的想法 并决定与大伙合作 第二天 大家准备好一切 而希拉趁大家要不注意时 逃回到飞飞船长的身边 飞飞船长没关心她为何失踪 反而还只怪她没把迪亚哥抓住 这让希拉一阵心寒 祖鼠吹起战斗的号角 引来飞飞船长的嘲笑 虽然祖鼠人多势众 但是身形实在太小了 祖鼠还更换更大的号角 此时祖鼠背后就多了一只毛巷的影子 飞飞船长一心想报 悔船之仇 马上带上武器 直接冲向祖鼠大军 迪亚哥偷偷在船上 把祖鼠都放了出来 一旁的祖鼠已经准备就绪 在海盗即将到达时 把所有的祖鼠随着风吹 一直离开了战场 而海盗的兔子 就对毛巷发起了攻击 发现原来毛巷是假扮的 人之中了吊虎离山之际 希德与奶奶两人抓住 船的腾慢 但是希德看见了梅子 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迪亚哥得知这是毒梅 欠阻希德口福 希德认为自己很懂水果 就直接吃了进去 很快的独笑发作 希德就变成了一堂 无骨的动物 曼妮与迪亚哥看见船只 渐渐远去 就几例带上希德与奶奶 奔向前去 曼妮用力过猛 把希德丢过界 把一大块的石头 砸向冰块 希德就像坐跳跳板一样 飞起来被曼妮接住了 飞飞船长见撞 苏妻吹起了手笛 引来独角精追赶大火 大火脚踩冰块 让独角精撞到了冰块 随着独角精的冲撞 带来了冲击 导致大火在地上打滑 腾飞去到了冰船 迪亚哥在打滑 不慎撞到了冰块 曼妮看见迪亚哥还没上船 就立马叫迪亚哥快上船 因为冰船即将时速倒雨 所以迪亚哥只好分离地奔向船只 被莎拉截然了下来 迪亚哥试着说服莎拉 离开海盗的身边 不用过这提心胆跳的日子 莎拉最后也选择与迪亚哥一起离开 在最后一刻 莎拉为了让大火安全地离开 把飞飞船长绊倒 飞飞船长哼托了曼妮 立即用身躯进入冰城的裂缝 不到一伙的时间 制造了一艘冰船 加上船员踏上复仇之路 成功离开了大火 行驶到晚上时 迪亚哥遇见了莎拉 随后大火也遇见了自己所想的人 而曼妮遇见了伊丽与小桃 但是伊丽平时不会对曼妮说话这么温柔 所以撕破了海鸭的诱惑 曼妮赶紧用跑掉的歌声 唤醒沉沦的伙伴 控制船土 离开海鸭的雪盆大口 在路途中 奶奶不断把水果丢进大海 威食自己的宠物小宝 此时家里就在前方不远处了 另一边 伊丽与动物们在即将到达大桥时 发现大桥早已崩塌 背后的地壳堵住了后路 一时间也逃脱不了 但曼妮去到与伊丽约好的大桥 只见一片浪迹的漆乌 曼妮只好在上天祈祷 却在远处 听见熟悉的声音 原来小桃还在这里 但是被菲菲船长抓住当人质了 曼妮知道菲菲船长对她恨之入骨 所以用自己来交换 女儿与老婆当人质 但是菲菲船长 没信手承诺 没把人质放了 此时只有小桃的朋友 路易斯站起来 要与海盗们对抗 逗得菲菲船长 直接送她一把刀 与海盗拼命 但是路易斯太过弱小 连刀都无法正常提起来 路易斯把刀飞到上空 海盗们把目光放在刀子上 他还侧海盗不注意时 就利用自己的天赋 小乌生气地把冰块砸向菲菲船长的脚上 菲菲船长感到痛苦 就放开小桃 曼妮没了后顾之忧 利用蛮力 挣脱了曼腾 就与海盗扭打起来 迪德玉奶奶也想过来帮忙 但哈巴拉迪吉出手 就被傻傻的海炮接呼 只要抬到边缘 此时奶奶的宠物小宝 墨香精出现了 瞎走了海炮 然后奶奶欲悉的 就进入墨香精的肚子里避难 曼妮与迪雅哥 对抗多名的海盗 所以处于下风 奶奶决定反击 记得变成人体前望境 探查海盗的方向 奶奶就变成总指挥 对海盗发起水炮攻击 丁哥已经来到头顶 而且慢慢的坍塌 曼妮要过去引救 却被菲菲船长断了去乳 小桃也遗传了母亲附属的能力 那奶奶就当到母亲的身边 并把菲菲船长窜飞 随后曼妮推速干 当成狡笑的垫脚石 就把女儿与媳妇 聚了回来 此时打不死的菲菲船长 又跳出来了 与曼妮扭打起来 突然间 递刻的坍塌 让脚下的冰块腾空飞起 菲菲船长虽然身手敏捷 加上力量强大 连曼妮千斤重的脚都能挪开 曼妮看到一刹那的机会 利用体重的优势 月身跳下的冰块 趁机力把菲菲船长腾空飞起 曼妮随手拿上木棍 把菲菲船长打飞 但是危机还没解除 曼妮即将撞墙 此时小宝出现 用口接住了曼妮 化解了危机 菲菲船长飞到海妖的地方 抵不住海妖的室优 并被他们解决了 萨拉离开了菲菲船长 加入了大伙的队伍 家园已被毁了动物们 只好坐上船 寻找自己的家园 在梦乡间的主推 成功找到适合动物的家园 另一边 松鼠透过捡回来的藏宝图 几经线性地 终于来到梦想中的 无限坚果的国度 松鼠快乐地享用 所有的坚果 虽然得罪许多松鼠 但大家还是没生气 松鼠站着眼前一亮 发现超大坚果 此时松鼠领导 制止松鼠的行动 因为这个大坚果 掌握了国度的命脉 不能罢 松鼠失锁了一番 还是离不住诱惑 把坚果拔出了 随后国度卷入海洋之中 消失在地球表面 这故事告诉我们 是主要常认 有欲望是好事 但是过大的欲望 却会毁掉自己的 好啦我们下期再见 BRT Well K r 5 5 5 6 7 6 7 100